外鱼害死姐姐 小舅率仲砸姐夫肉摊 监视器画面拍下扼煞杂店寻仇过程 想不到来寻仇的竟然是亲家 新北市泰山区前天晚上发生一起猪肉摊被砸案件 警方调查 这个率仲砸猪肉摊的20岁男子 正是猪肉摊老板的小舅子 嫌犯不满经营猪肉摊的姐夫 一站外游小三 几年前害姐姐想不开套何自尽 上星期她想探视两个外甥又遭姐夫拒绝 还希望岳家的人不要再来探望 嫌犯气不过 舅舅看外甥天经地义凭什么阻止 决定闸店警告姐夫 前天深夜11点 她带着11人到姐夫位于泰山的猪肉摊 持棍棒 刀谢 酒瓶 把摊子砸得稀发烂 离开前还丢直信号弹 屋内烟雾弥漫 当时在屋后方处理猪肉的张姓男子和员工 持猪肉刀 开山刀冲出屋外 看到一名知识者摔车倒地 还做事要砍他 警方刚好赶到对空鸣枪 带回11名同伙 附近住户听到叫嚣声报警 休闲到案时痛斥 要不是他 姐姐也不会死 警方讯后依公共危险损毁 及妨害秩序送办 而猪肉摊张姓及江姓员工 则依杀人未遂罪寒送 东新闻新北报导